这台LG Wash Tower放到洗衣间之后 就可以大力的提升整个洗衣间的质感 不说的话还会以为你就在韩剧里面 嗨 大家好 你们有听过LG Wash Tower吗? 嗯 其实我也没听过 但是之前有看到大家一直在分享说 LG的Twin Wash有多好用 这一次终于轮到我们来实际体验看看 LG Wash Tower AI制控洗衣机 那我们就看下去吧 那我们把家里面装修得很漂亮之后 是不是常常在找家电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 因为好看的家电真的是偏难找 但是这一台LG的Wash Tower 它的外形就非常的时尚修长简约 Size是宽70公分 身77公分 高是189公分 因为它是直接设计在同一个直线上面 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空间 就可以同时 放弃干衣机跟洗衣机 LG Wash Tower 它的设计是 把干衣机跟洗衣机的操控面板 都设计在中间这一条 上排是干衣机 下排是洗衣机 比起传统大家以前会比较看到 是说把干衣机洗衣机直接加一个固定板 然后堆叠在一起 这样子有的时候最上面的那一台干衣机 它的按键就会变得很高很难按 你可能会没办法好好的调整那个数字 而且这次Wash Tower 它上面干衣机的统槽 其实是有下降的 你站着就可以看到整个统槽 就非常的清楚 从操作到外观都非常的简单直觉 这台LG Wash Tower 放到洗衣间之后 就可以大力的提升整个洗衣间的质感 它非常适合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 不说的话还会以为你就在韩剧里面 它的操控面板上面有水温清洗次数 还有转速可以调整 但其实这些大家都不用认真学 它分别有标准 被子 柔洗羊毛 高温去屋 快洗 这五种模式 光这种五种模式就可以洗遍全家 不管你是衣服 请聚 抱枕 娃娃 地垫 在大家最常用的标准 这个里面呢 它其实就有搭配了 AI大数据与智慧洗涤功能 会自动侦测衣物 然后给它适当的洗成 当面板上面这个AI的logo亮起来 就代表它已经在智慧洗衣喔 是不是很神奇啊 第一个要介绍大家 这次LG Watchtower最特别的就是 它有SyncQ的APP功能 你可以在洗衣机上面按住洗衣 长按三秒之后 就可以Sync到手机 干衣机的话也是长按节能干衣三秒 就可以连线到手机上面 在SyncQ里面呢 它可以下载很多的不一样的洗成 像现在疫情时代 大家应该都会很希望衣服要有洗滴 杀菌的功能 像这次我们在实测 毛衣跟浴巾的时候 也有开启SyncQ里面的 过敏防护这个洗成 那洗完之后呢 我们放到干衣机的时候 也有在SyncQ里面的干衣机 开启杀菌功能 像洗过烘过的毛巾啊 它就有一个很像太阳晒过的味道 它有经过过敏防护跟杀菌之后 会让我们觉得更安心 就跟大家介绍最常用的标准洗滴模式 因为LG Watchtower 它有AI智慧变频马达 它会自己去侦测它的容量 还有材质 依照大数据给它不一样的洗成 像牛仔裤这种比较硬挺的 或者是像棉质睡衣比较柔软 它就会给它不一样的洗成 就比较不容易洗坏 可以轻松的一件保护衣服哦 那接下来就要讲到它的 19公斤的洗衣容量 还有16公斤的干衣容量 因为像我们家就是有两组的沙发套 那我有把它整组拆去 放进去之后都还是绰绰有余 而且它有60度的蒸汽洗衣 可以消除99.9%的细菌还有过敏原 像这种要长时间接触身体的脂品啊 定期的洗净杀菌 平常呢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洗大型的植物 就算是三到四人的家庭就非常的够用哦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有用少量的衣服 然后测试了快洗 再加上干衣准备 那这个洗家风 其实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有一些急得要洗的少量衣物 譬如说像是明天上班要穿的制服啊 小朋友的运动服啊 或者是你有一些充满汗臭味的运动衣物 然后不想要越堆越臭 你就可以用快洗加上干衣准备 就不用害怕有一些衣服前一天晚上才发现啊 没有洗 那讲到干衣机呢 因为干衣机它有一个 Hipop 60度低温除湿的功能 它跟蒸汽洗衣一样 它可以有效的除蚊除菌 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洗的枕头啊 抱枕或是大型娃娃 也可以把它们放进去 然后按轻拍除尘这个功能 它可以有效的拍掉成蚊跟过敏源 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是过敏儿的话 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功能吧 那干衣机的滤网呢 就是在开门之后下方 在整个统巢的最前面 如果你有轟过一些毛毯啊 或是玩偶之后 记得把它拿出来 然后打开把它清一清 因为它滤网的面积蛮大 所以其实是蛮好清的 因为它有干衣跟洗衣 叠在一起的功能 那我觉得这样很省空间 那又刚好看到LG这一台的话 它的装潢蛮符合我家的风格的 我就喜欢简约的造型 所以就会选这一台 周末洗 所以一次会有很多衣服的量 需要处理 那因为它这样干衣跟洗衣分开的话 我可以分皮处理 这样很方便 不会 而且它其实功能很多 但是都按标准而已 因为它标准的话 它会有自动AI的偵测 去偵测衣服的量 对 我就不用去想太多 说我今天是要洗什么 就是它有提醒你衣服洗好的功能 可以跟Evo Watch 连接 所以不会就是忘记你洗好了 然后没有拿出来这样子 满意啊 而且它的马达跟亚索机 都有十年保固 我觉得还不错 那我们就来总评一下 这台LG Watch Tower 吧 第一个 在设计上 它不只省空间 而且还符合人体工学 控制面板在中间 这点真的很赞 上下统巢也是很方便拿取衣服 真的很棒哦 以后就不会少拿一只袜子了 第二点 就是它有AIDD自动侦测功能 平常洗衣服就是懒人模式ON 一键搞定 不用自己设定水温啊 转速之类的 它就会自己判别洗涤模式 第三点就是蒸汽洗衣 还有HEPA 60度低温厨师干衣 不仅可以保护衣服 而且还可以消灭99.9%的细菌啊 过敏原 在疫情期间真的让人很担心 第四点就是它的大容量 它的洗衣机有19公升 干衣机有16公升 大型的脂品也可以在家就自己洗 而且容量完全是足够3-4人的家庭 第五点就是ThinkQ的功能 现在家电真的都很需要被整合在云端控制 不管你是洗衣干衣 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洗成 不需要一直走到洗衣间去确认说 还要洗多久啊 就让手机提醒你就好了喔 然后还有最重要最厚的一点 就是它的外观颜值真的是很讚 非常适合对美感有控制狂的人 而且有一个大加分的点 就是它的马拔还有压缩机都是保固10年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络直营服务处喔 那这次就非常感谢LG 可以让我们试用这台LG Wash Tower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会在下方资讯栏放上官方连结 大家都可以点去看喔 那我们今天就先见啦 拜拜